这个是长章 地上有三块满是裂痕的骨 失去了浓郁的生机 鲜命 接近腐朽了 日后如果被人发现 谁会联想到 他们都曾成仙 最终却不过如此 和凡人一样 归于黄土中 从古至今 这红尘世界烟火灿烂 大时代此起彼伏 凡人英雄辈出 繁华后更见胜烈 而你们天资过人 却选择修行 独居深山 错过多少璀璨 有过多少人生遗憾 可到头来 依旧是一场空啊 王轩摇头 想一想这些人的结局 有些可怜 也有些可悲 他用一些土石 将枯骨埋在山中 可还是有许多后来者 踏上了这条 近乎虚无缥缈的道路 我也一样啊 而且还是在这个 超凡溃灭的时期加入 有些不可救药 王轩笑了笑 再自嘲 或许 寻仙求道的人 最初源于儿时的梦想 摆脱生老病死 一箭冲销 遨游神话之地 在那广寒月宫 摇池圣景 布州山巅 雷池天亭 洞天福地 世外三十三重天 都留下自己的足迹 尽管已经证明 很多大漠暗淡了 不少仙徒破灭了 可踏上这条路的人 依旧心有执念 想要一直走下去 纵然超凡快速崩灭 那些人依旧在争渡 心有憧憬 认为神话还有一线生机 可以再速出来 甚至有野心家 还想开天辟地 演艺原初 成佛作祖 借此超越所有 洪荒物种 九天仙土 灵山佛国 最终是生机再现 还是摇池干枯 动天皆碎 化成千里孤坟 一片消际 一年后 剑分晓 王轩回归都市中 隔日而已 钱安便给他准备好了 一个小型的私人飞船 悄然安排他 登船离开新兴 但是 结果很恐怖 轰的一声 这艘私人飞船炸了 在外太空中解体 能量光焰相当地刺眼 钱安与王轩面面相去 他们两个都躲在钱家那 秘密关注这件事 这次并没有人登船 只有两个仿真机械人 这是盯上我了 要把我所死在心心 王轩眼冒寒光 列仙在注视着他 我去查 看是哪个二五仔走漏的风声 钱安被气了个够呛 估计是被人控制了精神 让我来吧 王轩说道 结果果然如此 有人被暂时读取了精神思感 又被催眠了 王轩回归苏城 他憋了一股火气 从大墓中回来的生灵相当地张狂 竟然敢这么针对他 别让我找到你们的落脚地 不然的话 我一个个去开盲盒 收集造化 剥夺你们的仙命 王轩心有杀气 等着开仙谷罐头 别让他发现敌宗 一旦找到的话 不管有多大的来头 别想安好 现在 他修为提升了 而且身上有两块药土 准备稍微再稳固下 就动用这种神圣物质 实力还能再提升 如果老陈 找到世家 在最高等的精神世界中 艰难采摘到的 九节天莲的种子 那么 它们的实力 肯定还会增长 这么算下来 近期 如果顺利的话 它的道行将不断提升 正好可以面对 越来越躁动的 大幕后的生灵 王轩 有时间来我家一趟 好多天没见了 喝酒欣赏写真集 忠诚来电 邀请王轩去中家 他说的比较隐晦 原意是想送他爵士精篇 放他进老中书房 阅读到家至高密点五色玉书 以及另一部先秦金色竹简 但他怕被人监听 所以用了暗语 主要也是 中家真要走了 太初计划准备得差不多了 即将大撤退 前往深空中 这也是最后的告别 然而 王轩心中有火气 没有能够领会他的好意 以为真要去看小钟的写真呢 过几天 我准备开盲盒呢 不急 到时候 我带几个特殊的罐头去找你们 帮你们筑机 将来是否能成为超凡者 就看你们自己了 我去 真的吗 老王 这一刻 我愿意喊你一声姐夫 回头你和我们在一起 别乱跑了 忠诚激动地喊道 他差点说漏嘴 无论如何 现在不能让人知道 忠家要跑路 他真心希望王轩和他们一起撤走 至于有人阻击 开什么玩笑 当忠家的战舰群是吃素的吗 谁敢阻止 直接饱和式开火 老王 赶紧过来 我等你 准备开天辟地 再诉乾坤 忠诚说道 忠家的后路是一颗美丽的星球 很多年前就发现了 王轩心说我在发愁 想着神话世界怎么重开天地呢 你还不是超凡者也有这种念头 心有点大啊 接下来的两日 王轩拎着斩神旗 杀气腾腾 到处找仙谷罐头 准备下手 至于寺院 道罐中的真谷 他没有主动招惹 无冤无仇 总觉得直接去灭掉 有些残忍了 不过他也知道 修行的世界十分残酷 有时候应该心狠手辣一些 过不了心中那一关啊 他摇头 当然 主要也是因为 他不想举世皆敌 真要见谷就差 大幕后所有生灵 都要和他拼命 他在研究身上的胎医印记 什么见鬼的仙胎 去死吧 他绝不会允许 有人借他肉身 重塑仙道根基 他尝试感应那股奇异的能量 准备找到正主 开出一个大个的仙谷 不用多想 能修这种功法的人 绝对厉害 而且竟然还在盗取其他仙人 真骨内的生命物质 相当恐怖 最近这段日子 心心一天一个样 大幕后的生灵 不知道究竟过来了多少人 反正各地意向不断 有些城市实在受不了 开始开炮轰散雨云 不然的话 天天都是暴雨 整座城市都要发霉了 人们吃惊地发现 没有云雾 天空中照样在批闪电 消息流传出来 这是超凡生命体在跨界 对于普通人来说 除了觉得天气糟糕外 其他倒是没什么影响 但对于大组织来说 局面颇为复杂 最近不断与猎仙有接触 比如超级财阀秦家 曾经在新月上 与纵目强者交手 但是现在却无奈地迎接来访的客人 不好翻脸 而且 这次是秦红亲自在接待 他们的 这让他有点说不出来的感觉 他可是主战派 现在居然要与大幕后的生灵 近距离座谈 他脖子上挂了好几串 可以遮掩丝感的玉石吊坠 而且每次都在家中密库附近 借助大杀器压制各方 避免被人探索精神与催眠等 事实上 秦家也准备跑路了 有些受不了 就因为密库 这里也不知道被多少怪物盯上 当然 还有一个吸引猎仙的地方 秦家的基因技术 菩萨抄体等 让他大幕后的生灵 无比感兴趣 大幕后的猎仙 想借助这种技术 催生骨头 加速血肉生长 早点再诉出真身 负责与秦红沟通的一些生灵 都有真正的身体 并非虚无的元神 这就显得有些恐怖了 事实上 最近从大幕后方过来的生灵 其生命形态都不同 有元神 有带着真血的魂 有部分残骨 有保住大部分躯体的人 只有残缺元神回来的生灵 那必然是真正的仙人 需要在现实中找到真骨 再诉真我 其他形态的生命 都未杜劫成仙 是猎仙的后裔 有幺六十四代 也有仙七十二代等 初代太强 这些后裔 很多本是逍遥游大境界之下的 也有逍遥层次的人 他们跨界相对容易 只要族群支持 只要有强大的猎仙支撑 给予庇护 就能保住他们大部分躯体 在现实借助一些秘法 以及带过来的秘药等 可以修复肉身 旧约所先 针对的是那些古代强者 对他们的后裔 以及大幕后实力不强的土著生灵 约束相对较弱 所以最近两日 有完好的生灵 在和各家接触 是真正的血肉形态 比如 今天和秦洪接触的人 除却几个滋容过人的男女 也有尖嘴猴腮的人 最后秦洪了解到 那可能是个黄大仙 秦洪暗教晦气 这两天 她是真是开了眼界 看到了仙人后代 滋容惊艳 气质出尘 有些像画中的仙子 同时她也见到一些异类 比如黄鼠狼精 虎精 狐狸精等 有的真刻尘 有的魅惑无比 娇柔或人心惊 让剑惯形形色色人物的秦洪 都差点破防 真正的爵士强者 没有跨界 都想保住圆满道果回来 为的是以最强姿态 抵挡未来超凡 彻底绝灭时的最大的劫难 现在 这种大老级的强者 都在等待机会 财阀与各大组织的高层 都震动了 有些不适应 大幕后 活生生地生灵出来了 同他们融洽地交谈 沟通 实在让人心情复杂 感觉怪异 打还是不打 不干他们的话 那就开飞船跑路吧 将这一切都丢给他们 到了后面 连秦洪都有点受不了 心中发慌 他有些不理解 怎么就突然变了天 各色生物不断出现 找他们来谈判 有时候 他真想一发 超级能量炮解决所有 将那些人都灭了算了 可他又担心灭不尽 反倒被人将秦家人全弄死 即便是秦洪远 这个真正的决策者 当初让秦洪 炮轰月球上的绝顶针线 现在 他也有些傻眼 受不住了 老秦叹息 实在不行跑路算了 不完了 感觉新星待不下去了 各家的压力很大 这些从大幕后 回来的生灵适应能力很强 很快就掌握了 现代新星的生活规则 这些人一日一个变化 起初还是古代服饰呢 现在有的是西装革履 有的则是中山服 有的吊带裙小仙女装扮 有的热裤大长腿 性感妖娆 已经分不清 他们是现代人 还是大幕后的人了 而这些人 还仅仅是妖术时代 先妻是二代等 老妖还没现身呢 爵士针线还不见踪影 小哥哥 你这样不行哦 连周云这种身经百战 见惯大场面的人 都有些受不了 和对方谈判时 偶尔遇上妖女放电 让她都感觉头大 各大组织无比警惕 心中没底 许多人都萌生退役 想离开心心算了 三年后再回来 这些天 所有出名的生命研究所 基因技术公司 都被大幕后的生灵踏破了门 那些生灵渴望合作 此外 各大财阀的密库 被盯得死死的 看那架势 一旦财阀退走 那些地方立刻就会有 大批生灵入主 开山立教 演化为圣地 孙哥 那口大鼎 是我祖上留下的 秦兄 实不相瞒 你们密库中的 那株黄金树 是我教鼻祖亲手练制的 当年留在人间 是为了庇护道统 现阶段就已经开始 有人索要 希望能得到那些医保 目前来看 从大幕后回来的生灵 都很和善 以新兴现代人的方式 同各家沟通与交流 没有表现出什么敌意 但是 各交的老头子 却犯嘀咕 怕他们彻底融入新兴 实力恢复得足够强时 突然翻脸 未来会发生什么 谁都说不好 现在处在一个平衡期 气氛很融洽 这两天 中程有些眼花缭乱 来拜访的人真不算少 其中有个仙子 让他姐姐都感受到了压力 中情一向对自己容貌自信 现在登门自称周诗倩的女子极为敬艳 面孔异常美丽 难以挑出瑕疵 最主要的是有仙气 偶尔有淡淡白雾 在其身边弥漫 中情觉得 比拼容貌 自己能和对方打平 但是那种仙道气韵 她真没有 她相当地渴望成为超凡者 至于谈判 交流 她自然应对自如 不过她发现对方很快就融入了现代社会 和她姐妹来 姐妹去 迅速以闺蜜相称 越来越像现代人 不好对付了 老王 你在哪里呢 最近闹妖 闹仙啊 我们家来了一个厉害的角色 自来熟 都成我姐闺蜜了 叫周诗倩 似乎是跨界过来的生灵中最厉害人物之一 烈仙后代 忠诚告诉王轩 趁早过来 几两日而已 人间像是完全不一样了 仙凡相谈甚欢 钟家天天有妖魔鬼怪出现 老王 这是个仙女 最关键的是 还挺能说会道 我姐都说了 这人十分难缠 对了 这个女人还多次向我们打听你呢 似乎很感兴趣 不知道要干什么 不过这女人来头极大 似乎是某位爵士强者的后人 王轩无言 连忠诚都知道 大幕后爵士强者这个极数的人了 现在 欣星的确如此 烈仙后人接线 传说成为现实 超凡不再神秘 狐狸精 仙女 稻子 纷纷现身 世间分外妖娆 老王 给点反应 你要不要见他 过来看看 暂时不看 我怕自己成为仙女杀手 王轩摇头 我去 老王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很花心啊 这样我怎么放心 撮合你和我姐姐呢 你想什么呢 我这个杀是真杀 当然 他如果人不错 那我就不真杀了 王轩说道 老王你暴露了吧 忠诚喊道 王轩告诉他 多收集关于大幕后的情报 他发现 这么多烈仙后带过来后 情况虽然复杂 但是也可以加速了解那边的秘密 然后 他就开始拎着斩神旗 继续找仙谷罐头了 他依据身上那些红色印记的指引 在新兴 一些地带出没 非要搜出来不可 王轩 欧拉 咪达 老陈联系王轩 告诉他 关于从最高等精神世界中采摘的天药种子 有眉目了 因为是世家采集的天药种子 所以 最好动用世家的一宝去触发 他盯上秦家的雪白法罗了 想要借用与交换 情况太复杂 各种妖魔鬼怪 居然像是雨后春笋般一起冒出来了 我得赶紧把这种剑顶级一宝拿到手中 陈永杰低语道 王轩表示支持 世道越来越乱了 老陈应该有剑足以镇压一方的宝物才行 事实上 连王轩都准备再次动手了 看看有没有爵士宝物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各大财阀化成圣地 被人瓜分密库 老陈 你尽管出手 我现在离秦家不远 随时能支援 你找天药种子 我找仙谷罐头 到时候 我们两人的造化和在一起用 必然可以快速提升实力 无惧那些从大幕后回来的生灵 感谢书友20180228202625054 谢谢盟主支持